你真跟你妈一样 对感情就是放不下 软弱无能你掺不了大气 阿姨 请你不要再说好吗 我妈已经不在人世 不要这么说她 你忘你妈是怎么死的吗 从小到大我跟你说过多少次 她是被雷家给逼死的 克凡 这是我们长久来的计划 你现在对他们起的富人之人 对你自己有多危险 你不是不知道 你清楚得很 你只是在逃避 我真是对你很失望 我出去走怎么偷偷气的 克凡 我再提醒你一次 那个何雨桑你千万不能碰 就算他不是雷震亚的老婆 也轮不到你来对他动情 感情这玩意儿 不是我们现在可以碰的 你千万别忘了 来 喝酒 喝酒 来 克凡 你怎么了吗 是不是有心事啊 什么心事啊 什么心事 没有心事 来 来 喝酒 来 来 吃美酒了 来 来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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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那你说你要为我庆祝什么 庆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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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欣雅啊 你跟欣雅啊 这个有情人 忠诚劝署嘛 只要何雨桑活着的一天 欣雅的心根本就不会放在我身上 快喽 给你做啊 快喽 你是说他得了不治之症 什么东西啊 什么不治之症 不是 那你想说什么嘛 我告诉你啊 你以为这个 雷尸企业是这样就自然的垮掉了 这才不是 好说 那个雷尸企业的 是因为啊 我们咱们这个 未来大的刘胜男女士 还有跟这个区区在下病人 笑替我 给 好夸 多美 哈哈哈 客凡 你喝多了啦 啊 啊 你是不是不相信我说的话 不是 你听我说 嗯 我再告诉你一个惊人的内幕 我咧 在雨桑家 放了毒品 不久了 会被抓进去 那时候 心仰咧 就是属于你的了 怎么样 开不开心 开不开心 你喝多了啦 哎我们要喝酒喝酒 清楚喝酒了 来来来 来喝酒嘛 来点 对不起 对不起哦 喝多了 我来我开心 可不可以 我知道你开心 可以 哎哎 来来来来来 我们来举杯庆祝好不好 来来来 大家都有酒来喝去庆祝 庆祝 哎我们来问 温迪大小姐 我会为你庆祝啊 大家开心嘛 对不起庆祝 来来来来 你们干什么 你们混蛋啊你们 对不起他真的喝多了 我对他向你们道歉 怎么哪里喝多 我臭 阿克凡 你讲三话 要不要跪下你 阿克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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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溫妮在什麼 你在後面 柯凡 你怎麼樣了 溫妮 欣雅 搞什麼鬼這麼打架 沒事了 回去再說 怎麼搞的 沒事了 有傷了 姓劉大 你不需要個救護車什麼的 我就在死也不管你屁事 你快滾吧 你真的還可以沒 你們走 你們的 我命大了可能死不了 你們快走啊 快走 走走走 別理他 走 我管他去死 晚安 快走 晚安 走 兒子 amen 快走 快 Get 過 你看看你 把你自己搞成什么样子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 心肠太软太重感情 你只会害着你自己 多少钱 你妈当年啊 就是因为心肠太软 太重感情 该当机立断的时候 不知道当机立断 才会这样害着自己 你怎么这么快就忘了 你妈 不要 对不起 我是让你失望 克帆 我要你永远记住 感情是世界上 最不值钱的东西 它帮不了你 它只会害了你 如果你不知道当机立断 你就永远不会成功 该断就要断 你懂吗 为什么人生这么苦 所以 我们要认真地建立自己的王国 在我们的王国里 大家都听我们的 你就不会觉得王国了 会吗 会 相信阿姨 你所做的牺牲啊 是值得的 我早就告诉过你 club那个地方太乱了 叫你不要坐 就是不听 我还不是想说 趁年轻多赚几个钱 要不然等老了以后 我还能做什么 我想 我再多赚两年 就可以退休了 到时候 就可以好好地 做你的老婆 两个人 平平静静地过日子 那不是很好吗 那是你一厢情人的想法 那你看一下 搞这个样子 说值得吗 我还能做什么 你从来都不曾对我这么好过 我在想 你对我这么好 还不是因为我受伤的缘故 要是我一直好不起来 你可不可以像现在一样 对我这么好 不要说这种手法可以吗 我才不傻呢 要是现在躺在这里的人 是何雨桑 你一定比现在更温柔 可以不要谈他吗 为什么 你已经对他死心了吗 反正你不要再谈他可以吗 才怪呢 要是我跟你说 那个刘克凡为了要陷害何雨桑 现在把毒品藏在他的家里 你会怎么样 说什么 是不是真的 你不是说不想谈他吗 你说你到底是不是真的吗 辛雅 辛雅 你不要走 人家的手还痛啊 我去告诉雨桑 要不然来不及了好不好 谢谢 你可以打电话去说 为什么人一定要去呢 我要你陪我嘛 留下来了 小姐 她问我的不管吗 你去好了 你去好了 我死也不用你管 现在真的是好方便啊 台湾是变化越来越快了 爸 你都不知道 家里变化才大呢 爸爸不好 爸爸无能 让你受苦了 说出口啊 我上这个女乘客啊 大家女儿一迷到国外去 结果回来的时候 她老公跟别女人搞上了 还生了个杂种 真是乱搞 我还有个故事告诉你啊 上次有个朋友 从大陆做生意回来的时候 她朋友躺在她床上 结果跟她老婆搞起来 真的是乱搞 台湾这种社会 尤其台北 真的是 你不要那么啰嗦好不好 就要先看你的车了 好 没关系 好 欣雅 欣雅 怎么了 到底怎么回事嘛 赶快 你怎么来不及啊 他们全家给你搜一遍了 快点 你找什么 那个刘哥凡在你家买了毒瓶 害你们全家 你快找了 要不然就来不及了 你半夜三更 好像还要吵醒 去跟我开这个玩笑 你怎么这么好笑啊 谁跟你开玩笑 我讲全不是真的 那个刘哥凡在你家 害你们全家 包括镇亚 包括婉儿 包括你 包括你们全家 去坐牢 我跟你讲 他不需要陷害我 我们家什么都没了 你还没有懂吗 整个雷石器也 就是他们两个高垮的人 一个刘胜南 一个刘克凡 他们 凡现在解释不清楚 你快 赶快找到对了 学长 学长 诶 克凡他不像你说的那样 雨伤 其实醒一醒好不好 我根本就不相信你说的话 你一定要相信我 搞不好他现在已经去报警了 到时候就来不及了 我跟你讲 哎 哎 你干什么 你不要乱翻吧 我们家怎么会有毒品呢 你看你不能乱七八糟 我跟你讲 这刘克凡他不是个好东西 他有阴谋 一定有阴谋 把他们全都给骗了 你们都完全都不想的 我看他们就是疯了 你还坐那儿干嘛 那一起来找啊 快帮忙找啊 找什么嘛 我跟你讲找那个毒品 你都不听 再不找来不及了你 等一下 等一下 你回来了 你这几天往哪里去了 妈妈想的你想的好苦 你看 儿子啊 你好不好 你好不好 你好不好儿子 好了好了 乖乖 乖乖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真的啊 是我 我回来了 你终于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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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你了 你终于回来了 你终于回来了 你跑哪儿去了 你把妈给担心死了 妈 对不起了 我去把爸找回来了 你不会怪我吧 傻子 你 妈 我回来了 妈 我回来了 震雅 她她是谁啊 妈 我是震雅 我是您的儿子震雅 震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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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认得我吗 震雅 妈 你不认得我了吗 震雅 你不认得我了吗 震雅 震雅 她真的是震雅 您看清楚 震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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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俊雅回来了 是我 我回来了 俊雅 俊雅 你是谁 这是雷士多生前留下来的遗嘱 和所有该有的重要文件都在这 您过目 这张支票 上面的金额你还满意吧 够 等刘老板做事呢 就是这里 爽快 在接下来该怎么做 应该很清楚 刘老板 你放心 后天以后 不会有任何人看到我在台湾 林律师 我再提醒你一次 如果雷震雅从你那知道任何的消息 你别怪我翻脸无情了 当然 他绝对不会得到任何的讯息 告辞 爸 姐 你们可以安息了 我已经得到 我们刘家该得的 这段日子 让你受苦了 也不会怪我了 怎么这么说呢 我们是夫妻嘛 一个人在外面还不是一样苦 这次去大陆怎么样 还好吧 还好 还算顺利 你刚走的时候 我还真的以为我们活不下去 先是讨债的 逼得我们不得不搬家 然后就是妈妈的病情越来越严重 还好有客分 他帮妈妈找了个看护 又帮我找了份工作 弘一家人的生活 才算安顿下来 都怪我没有本事 不能让你们过好日子 你瘦了 你瘦了 你也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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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这样 我今天不方便 没关系 早点睡了 对不起 没关系 我不在的时候 想我 当然想 我每天都在盼望 你早点回来 我好想你 好想这个家 你甚至不知道 那种精神上的折磨 什么时候才能停止 你不知道 那种想念家人 又见不到的痛苦 真是不好说 你至少每天 还可以跟妈 跟婉儿在一起 我想你们的时候 身边就没有人 我了解 我真的了解 回家的感觉真好 你还在等那个精神车司机啊 你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平常蛮准时的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婉弟姐 你什么时候也开始放不开了 男人这时候 还能上哪儿去啊 别人我可不敢说 他可不会花那种钱 上那种地方 就是说嘛 要也来我们这里啊 干嘛给别人赚钱哦 你很闲是不是啊 好 欧巴桑今天放假 你就留下来打扫 好 那我才不干呢 我先走了 婉弟姐 哪个男人不爱玩的 你 拜拜 我在干什么 我 我到底在干什么 我看男朋友放假 是 他不是我男朋友 童童老爱开这种玩笑 不好意思 你是萧董的女儿 我什么都 都没有想到的 现在有心情可以去了吧 当然 好 没有 绝对没有 我心里面爱的 只有三个女人 我妈 我太太还有我女儿 对你 我没有任何非分之下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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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 还愿意吗 很可能就是他求助的对象 求愿一会儿 很可能在未来的商场上 我跟他还会有合作的机会 但是他的感情生活 很抱歉 他深深地爱着他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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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 走 我们能不能 好好地谈一谈 有什么好谈的 该说的已经说完了 你脸皮厚不怕人家讲闲话 我可不同 我不是来跟你吵架的 我们能不能静下心来 好好的正经地谈一谈 对不起 我可没这份牙信 你没看到我有事情正忙着吗 给我一分钟 一分钟好不好 一分钟好不好 好 你说吧 我知道他回台湾去了 我了解你现在的心情 潘先生 这不关你的事 用不着你来猫哭耗子甲子碑 听我把话说完嘛 我们相处不是一天两天了 你心里不好受我很清楚 我不管你听不听得进去 我也不管 你现在把我当成什么 该说的话我还是要告诉你 雷震雅如果真的有心 他不会留下你 就这样回台湾去了 他不会把你丢在这个地方 什么也不管了 你可以等 等到有一天他说 萧桐我会娶你 要等到什么时候 你要等多久啊 难道你要用以前等我的方式去等他吗 我是男人 我了解男人的心理 男人都是自私的 男人都想有其人之福啊 学聪明一点 不要再自己欺人了 善待自己一点好不好 你说完了没有 说完了吗 说完了你就请回吧 我希望你有把我说的话 全部都听进去了 对不起 打扰你们了 对不起 好 你好 小伯伯 你总不会是专程在等我吧 是啊 我是专程等你回来 请跟你谈谈桐桐的事 你们两个 不是早已经不在一起了吗 还有什么可说的 我知道小伯伯对我印象不是很好 我也了解自己 现在我不是替自己辩解 小伯伯你书读得多 你知道人不风流往少年吗 小伯伯你也是男人 你不要把我扯进去啊 我跟你可没法相比 是 请恕我失言了 至于这一点 彤彤就跟小伯伯一样 对感情非常专一 那我真的是无法比 但是我一直在改变我自己啊 如果说要我从头到脚都改变的话 那需要多给我一点时间嘛 是不是 小伯伯给你的时间还不算长吗 你们相处多久了 六年 六年你都不能改正 你还期望别人对你信 可是小伯伯对你失望透顶了 就是我这个当父亲的 我对你一点信心都没有 小伯伯 不要小伯伯小伯伯的叫啦 你那嘴甜的可以骗得了别的女孩子 你骗得了我这个当父亲的吗 要不然你晃个地方来看一看吧 你是人家的后亲 你一个大男人从小拉着一个小女孩 一点点来看她长大 一下子她要结婚了 她要成为人家太太了 将来还要成为孩子的母亲 你会允许一个不尽业不尽职 油腔滑垫勾待别人的女孩子 这么一个男人成为你女儿一辈子的丈夫吗 你行吗 你不行的 你什么时候做了父亲 你就明白我的心思了 做人要将心比心 童童 你来我家干嘛 想讨好我父亲吗 我看不必了 我知道 我很傻 我原本以为只要讨好你父亲 通过他那一关或许你会回心转意 再回到我身边 可是我都还没跟他提起跟你结婚的事 他就已经堵得我半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什么 你跟我父亲说要跟我结婚 你好大敢 我是要跟你结婚 但是我没有想到突然会跑出个第三者来 潘强我跟你说 你马上给我离开 不然的话 我要下逐客令了 统统 只要你再给我一个机会 我会改的 我真的会改 不必了 你已经太迟了 怎么会太迟呢 我可以对天发誓我真的会改啊统统 好了好了 不要再说了 我不想再听了 请你马上走 统统 快走啊 不要逼我再说难听的话 不要逼我再说难听的话 没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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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主任 麻烦你进来一下 林主任 麻烦进来一下 林主任 我叫 你们在干嘛 现在是上班时间你们在干嘛 很懊恼是吗 这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雷震亚 你的反应动作理解力都太慢了吧 这么简单的事你还想不通吗 公司为什么会到 客户为什么会一个个跑光 你在大陆为什么会一再受挫折 你说 这都是你指使的 没错 都是我的意思 我不会害怕承担后果 找人来抵罪 客凡是我的外甥 他势必得听我的 不过客凡还是把你当好朋友 要不是他帮着你说话 这间公司 恐怕连个空壳都剩不下 你 想不到啊 堂堂雷士集团会栽到我一个弱女子手上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什么 人不畏己 天诛地灭 这个治理名言你没听过吗 我不懂 我爸爸生前虽然严厉一点 对你不错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他 只为了钱 这个理由还不够啊 雷大少爷 像你这种寒得金汤池出身的少爷 你懂什么民间疾苦 你懂什么穷途潦倒 你又懂什么叫不得已 什么叫寒冤墨白 当穷人家的司机 为傅家老爷敦苦谣的时候 你在哪 你不懂的事情太多了 你在说什么 回去问你妈 我妈已经被你逼疯了 我爸爸也被你气死了 你难道一点愧疚之心都没有 愧疚 我没让他死 已经算他走运了 你跟我们家有什么邪海深仇 你一定要毁掉我们 着急了 想不到你也会有着急的一天 你也会有守足无措的一天 所以我说老天爷是公平的 看到你们雷家有今天 我真的好得意 你自己一个人留下来慢慢想吧 好itutional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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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今次购物 好棒 这一天跑哪去了 又去看何雨桑了是不是 特烦 雷氏公司好不容易让我们架空了 雷氏夺也死了 整件事情可以说是接近完美 你现在要给我捅娄子 去爱上何雨桑了是不是 阿姨跟你说过多少次 所有的事情只要沾上了爱情 沾上了感情 它就复杂不开 你这个仇是报还是不报 好 我不管你心里怎么想 我也拿回那笔土地 必要的时候我会找人 让他们一家走上绝路 阿姨干嘛做什么事情都要做这么绝呢 怎么了 你心软了是不是 不是嘛 你这种其他的方法 什么方法 你说 你根本涂的不是那笔土地嘛 你从头到尾涂的就是何雨桑对不对 克凡 你真的是让我很失望 从今以后我不许你跟他们雷家有任何牵扯 尤其是何雨桑 你给我记住 我自己的事情我总可以做决定吧 不要你操心啊 不用我操心 你从小到大什么事情不用我操心啊 是 我从小到大所有的意思都是以你的意思为意思 不要我做这个不要我做那个 我现在已经三十几岁 我是个男人 我总该知道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吧 我 好吧 那阿姨 你不要再操心了好不好 克凡 克凡 你怎么了 你又跟你阿姨闹翻了 没有什么闹翻了 只是有点理念不合 阿姨做事就比较 比较阴毒一点 虽然说人不会一起天诛地灭 可是我总觉得 只要达到了目的 特别感应杀绝呢 留给人家一条深入吧 所以说 上次你根本没有到宇桑的家去放毒品 就是因为我没有放 所以我阿姨才会认为我 没有出息成不了气候 可凡 与其让你的良心左右为难 倒不如做你自己认定错不了的事 你阿姨的事就暂时放在一边吧 我阿姨 她就是被这个恨字冲昏了头 其实也不能怪她 我常在想 如果当时也在成 说不定我会比她更恨雷家 只是我没想到 我竟然会爱上雨伞 这爱情的确是一种很奇怪的东西 只不过你阿姨并不了解 因为她从来没有像你这样爱过 现在她的心里只充满了恨 你啊 应该多多体谅她 毕竟她为你付出了她的一生 是啊 我知道了 所以我才会那么痛苦 我不应该伤害她的心 这有什么办法呢 你们呢 就像孤儿寡母 寡母当然不能忍受失去儿子的心情 尤其你现在的对象 又是她仇家的媳妇 或许是因为你对雨桑的爱 才会让你有今天的想法 也说不定 还是你了解我 你知道吗 我从小到大 没有跟任何人谈过我的心事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跟你谈这么多 诶 诶 语桑的老公已经从大陆回来了 你有什么打算 你这是 哪活不开提哪活你 好 那欣雅呢 她最近怎么样 这个死没良心的东西 已经好几天没看到她了 不知道死哪儿去了 来 我请你 这种不雅 诶 烤马 一颗 灯 蒻 了 所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